各位同学好 既然我们已经介绍了重力场了 在上一则影片重力场简介中 已经介绍了重力场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应用它来解题目 在我们上一则影片中提到 重力场强度就是大gm除以r平方 这意思是在大m在r处所建立的重力场的大小 强度就是大小的意思 那它的方向性就是指向大m 因为它是吸引力 好 那现在呢有一个质量60公斤的太空人 登陆某星球 这质量60公斤 登陆某星球我们可以稍微的这样画 这里有一个质量60公斤的人 然后这是某星球 那这个星球的质量呢 是地球质量的8倍 8倍地球质量 然后它的半径是地球半径的2倍 好 这个半径呢 是地球半径的2倍 那地球表面的重力场强度是9.8 地球表面的重力场强度是9.8 那第一小题 这个星球表面的重力场强度是多少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地球表面的重力场强度 就是大G去乘上地球的质量 根据我们左上角这个公式 然后去除以从中心点到地球表面 那所以它的R其实就是地球的半径 好这就是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结果是9.8 那现在这个某星球的表面呢 那现在这个某星球的表面呢 我们一样也带入这个公式 大G 去乘以某星球的加速 某星球的质量 再去除以某星球 从它的地心到它的表面的距离 那结果 可以把屏幕给的条件带入 把这个某星球的质量写成8倍的地球质量 然后某星球的半径写成2倍的地球半径 这么一来最后就变成了 大G乘以8倍地球质量 去除上4倍的地球质量平方 因为分母是R平方 所以要乘以224 那结果8和4除掉了 变成了2 然后后面保留大G乘以地球质量 除以地球半径 平方 那这后面这一项 其实就是9.8 对不对 所以结果答案就是 2乘以9.8 19.6 它的表面加速度就是 地表加速度 不是加速度 地表的重力长强度 就是19.6 接下来第二小题 在该星球表面时 该太空人的重量是多少 那其实重量的意思啊 就是受到的重力 重量其实就是重力的量 它重力就万有引力啊 所以其实60公斤的人呢 在他的星球上受的重力呢 你就可以写成大G大M 然后去乘上60 那再去除以 再去除以 再去除以 星球的半径的平方 那在第一小题里面 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大G大M除以R平方 其实就是19.6 其实就是19.6啊 对不对 这个大G大M除以R平方 其实就是19.6 所以这一小题的答案就是 其实就相当于是 60然后公斤 然后去乘上19.6 其实重力就是重力厂强度 再去乘上质量啊 质量去乘以重力厂强度 就是这个质量在那个位置 所感受到的重力 所以结果算起来是 1176牛顿 那相当于多少公斤重呢 1公斤重相当于9.8牛顿 所以 1176你可以往回算 其实16乘以19.6 60乘以19.6 相当于是60乘以2 乘以9.8 那我们把9.8提出来 因为这个乘起来是 9.8 60乘以19.6 然后公斤乘以m除以S平方 米除以秒平方 这乘起来是牛顿 9.8牛顿又是 1公斤重 所以就可以把它写成是 60乘以2 然后后面就直接接公斤重 所以答案是 120公斤重 公斤重和牛顿不一样哦 我差了一个重力厂强度 如果没有 没有重力厂 还是会有公斤哦 但是如果你要有公斤重 那有重力的加入 那需要有重力厂沉进来 所以60公斤的东西呢 它在今天这个星球上 因为星球的重力厂是地球的两倍 地球表面的两倍 所以它的重量就变地球的两倍 地球表面的两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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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